中国的军工起步较晚,但是凭借同手无期的风格,还是在军工市场上打下了一片天地。 从两一战争起,中国的军工市场彻底走向巅峰,时至今日,中东还能经常见到库尔德武装装备着的中国红舰8反坦克导弹,土耳其购买的卫视系列火箭炮,沙特购买的彩虹系列无人机。 近日和台打港战斗中,中国彩虹无人机频繁露脸不过,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,中国武器出口就遇到过一次寒冬。 媒体报道称,厄瓜多尔进口了一批中国的VLC-2V和VLC-18雷达,称中国的这批雷达不能正常使用,并且要求中国向厄瓜多尔赔偿添价为约金。 这对中国武器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。 中国作为武器出口方,因为这件事丢掉了不少买卖。 库尔德武装汉马配红舰厄瓜多尔军方指出,雷达的技术细节和数据链,这个数据链范围就比较大了。 迪我识别信息,各种战机检艇的识别特征。 雷达数据链是雷达技术中心,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,有着极大的漏洞,要求退款并且退换。 雷现在这批雷达全部撤装,在其首都暂扣,中国方面极其重视此事,并且排除了相关人员,对这批雷达进行了检修。 土耳其方面也在橄榄枝行动中,多次使用卫视系列火箭炮,这就是中国做生意的独到之处了。 价格合适不说,往往还赠送一段时间的全套售后服务。 相比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苏道30MKI上发现了二手发动机,中国武器出口在这方面做的可是太厚道了。 印度空军职责俄罗斯的苏30MKI使用二手发动机不过,中国方面宣布对此事不负任何责任,因为中国方面并未找出雷达有任何问题,因为武器不符合要求的天价违约金。 对不起,我们不赔偿任何违约金,雷达的钱已经付了,雷达厄瓜多尔愿意拆分卖费铁,还是放在仓库里吃灰? 那是厄瓜多尔方面的事情,这与中国方面毫无关系。 事实上,有外国媒体报道称,这批雷达虽然对外宣称在其首都赞扣,但是实际上,厄瓜多尔军方偷偷将这批雷达从仓库中拖出来,配装给了首都防空部队。 这意味着,这批雷达并没有质量问题,厄瓜多尔此举更像是一种讹诈,以诋毁中国武器品质,换许中国违约金这样的事情,显然是不科学的。 中国方面在武器出口方面一直是同手无期,深正不怕影子歪,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 VLC-2V是时尚,出口给厄瓜多尔的VLC-2V和VLC-18雷达,是一种高效的雷达,常被用于空军战机和海军舰艇,侦测预警能力非常强。 算得上是一种先进的雷达,即便出现质量问题,也只可能是些小问题,在雷达数据链这种关键环节上,是绝对不可能出现问题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